当面板产业因为价格滑落而困扰的同时 却有另外一种产品因此悄悄地在你我生活当中出现 这就是数位电子看板 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所看到的广告播放机 从卖场中的小型播放装置到大楼的数位看板 都可以看见数位电子看板的踪迹 而台湾的原制科技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利用产品差异化的竞争力 打下最竞争的日本市场 也成功地成为了台湾的精品骄傲 电子数位看板又称为公共资讯显示器 利用网路将资讯资料整合在画面中呈现 传送到显示器输出 取代传统布告栏的功能 提供更及时的讯息 也让资讯不再只是单方向的传递 展示而是系统化整合的多媒体应用 因此可以说是今年来的新兴媒体 我们公司研制科技 在最近三年 嵌入到四位电子看板 在三四年短短的时间 我们四位电子看板已经一个好几个系列 产品出来 创新与热情 其实我们还有领先 智慧整合 总共四个字 代表我们公司企业的核心教职 那无庸置疑呢 这四个创新的时代 即变的时代 智慧化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 让世界变成无国界 企业必须具有全球化经营的眼光能力 所以在创新 不只在产品上的创新 在组织上的创新 在经营模式的创新 都是我们一直在思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以创新为主要的课题 将销售点产品说明与播放机结合 也因此打造出一系列的 高化值多媒体广告机 在这边先介绍一下 数位卖 卖场的数位电子广告机应用 简单来说像这一台 3.5寸的小尺寸 那这个是最多应用 是在日本的那个生鲜超市 那在冷冻柜上 直接就会有一台这种东西 介绍一些简单的生鲜食品 那再来像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跟啤酒厂商合作的一个案子 那他在促销啤酒的时候 他弄了一个啤酒桶 很大的一个啤酒桶 直接上面就摆了一台这个 东西在超商贩卖 那这个是 武田制药的一个案子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 我们武田制药它是日本最大的药厂 那它每年有新的药品推出的时候 都是用利用这样子的机制 在做一些公布广告 那介绍消费者说如何使用这个药品 比如说胃药的安全性 或是其他种种药品的安全性 如何使用 那再来我们也有跟化妆品做合作 那就是就是广告介绍那个化妆品的使用情况 那甚至我们慢慢越做越大尺寸 我们也有跟咖啡机厂商合作 这是确凿的 它介绍咖啡豆如何生产 那还有就是他们贩售的咖啡机的如何使用方法 都是在这说明 那像这个东西就是介绍蓝光DVD跟芯片 那如果有一些芯片放在架上要贩售的 那也是透过类似的机制 这都是在我们国外的一些成功案例 原制科技的数位多媒体广告机 在日本市场占有率高达五成 从3.5寸到32寸的数位看板 都可以看见原制科技的产品 但是他们不因此停下研发与创新的脚步 将数位多媒体广告机再进化 开发了电子橱窗广告机 那所谓的电子橱窗广告机 其实它是一种触控荧幕的应用 那这是一种特殊的触控荧幕 它可以隔着玻璃或是压克力板 比如说这是 这是想象一下这是一面玻璃 那你透过这个玻璃 你只要触控这个玻璃 荧幕里面的影片或者是简介 它就会更换 那用在橱窗里面也许就是它可以 是LV包包 库吉的包包 或者是用在电影院 它可能就是新影片的介绍 那它可以触控 就是它可以做一个影片的转换这样子 那这个是利用无线的 无线的方式做接收 那所以这个是可以贴在任何的玻璃后面 那使用者或是消费者路过的时候 只要轻轻一触碰 它的荧幕上就会跟着变化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电子厨房广告机 将数位多媒体广告机 与触控技术结合 让消费者可以选择想要看的资讯 也让广告商更进一步了解 消费市场的需求 在行销与广告上 具有高度的价值 这是我们的新一代的那个 数位电子广告机 那这个广告机是应用在于 我们跟一些做游戏的厂商做整合 那他们在贩售 像PS3这种游戏机台的时候 其实在国外有些部分 他们是用我们的机器做整合 那我们机器可以整合到说 它可以把游戏的画面 说成一个小局部画面 那这个小局部画面是可以 提供一般的使用者 可以做一些游戏 现场的即时游戏 试玩的动作 那其他的部分 它可以剪接一些 新上市的游戏片 那介绍一些游戏片 然后还有就是即时新闻的发布 那这个即时新闻发布当然也包含 就是所谓的促销 促销商品的上市时间 或者是价钱 或者是on sale的一些 information等等 结合了即时资讯及活动讯息 让数位电子看板 整合更多消费者所需资讯 也结合了电子橱窗的优点 让数位电子广告机 展现了全新的面貌 而为了与消费者有更多的互动 于是再加入了多元化的IO 让广告更能打动客户的心 那这个互动影音导演系统 其实是可以用在大楼的楼层资讯简介 比如说我们上面有七个按钮 LED按钮 那我们在日本或是在欧美有些地方 他们的楼层是透过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楼层简介 那可以取代一般我们在大型的那种触控面板 那因为大型触控面板 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所以其实慢慢的也陆陆续续有利用这种 这种我们的所谓的互动影音导演系统 来取代楼层的一些或是公共场所 一些information的介绍 那其实它也是可以用在一般的卖场 做一个销售点的机器展示 比如说我按一个按钮 那它就会介绍欧洲我们在贩售一些一字游戏 客户在贩售一些一字游戏的一些广告内容 多元化的互动广告资讯 是数位电子看板的趋势 而原制科技将目光看得更远 把数位电子看板结合了云端伺服器 就是要让广告主能够及时地更新产品资讯 那慢慢地我们朝向云端智慧型的广告机发展 那本身像这一台是用在一个hotel的一个 房间型号的一个check-in的时候 它会放在大厅的时候 让客户点选房间型号的一台应用面 那这个本身是搭载Android的座位系统 那透过Android的座位系统 我们在利用我们software上的一些巧思 然后可以跟我们在网路上建置的一些云端伺服器做整合 那让饭店的从业人员 他可以直接从云端上面直接去修改或更新 那个房间的information或者是价格应用面 那再来另外一种特别的互动就是一个类似茶价系统的运用 像这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barcode的标签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barcode标签 它就可以及时显示这个产品的information跟内容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应用 就是它是可以直接让你做点菜 直接列印折价券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广告机的应用 这也是所谓的云端智慧型的广告机 这是一个下一世代的广告机 走入了云端的数位电子看板 多样化的功能让人耳目一新 多元 及时 又能兼具互动的特性应用 让人印象深刻 就连电视墙的功能也能一手包办 我们得获金品奖的单机型广告机里面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所谓的电视墙广告系统 那这个电视墙广告系统的原理 其实跟一般的电视墙系统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电视墙是透过一台大型的电脑 然后安插了四个或五个以上的显示卡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系统 然后同时输出2x2或3x3的一个电视墙系统 那这种方式的话 大部分的话会极限于说 CPU的效能还有显示卡部分它的效能 那用我们的系统的话 它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串接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2x2的一个电视墙广告系统 那它需要的就是四台主机 那这四台主机里面 有一台是所谓的 所谓的MASTER的机器 那其他的三台是SLAF的机器 那MASTER就是 它是主机专门发号私利用的 那其他的三台机器会 会透过网路跟它做连线 那取得说它现在应该播放的时间点的位置 所以在此你可以看到这一二三四个画面 其实它是四个影片 不同的那个影像区块所构成的 那其实它们之间都有相互的关联性 那我们这个系统可以做到分秒无差的一个 一个技术在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说 影片的话播放起来的话 四个都是Full HD的效果 随着应用场合的不同 数位电子看板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应用 而为了满足各种使用状况 在研发的过程中 也是需要许多的努力 一些特殊的使用上 就是比如说特殊高温或是低温 这个时候都是需要做很 你对零件的熟悉 你才有办法去 在特殊环境下去 让它有办法 比如说使用个两三年都不会坏这样 我觉得硬体上面比较困难的话就是 你要想办 你要很信心去做到 把产品的稳定性做到很好这样 将产品的稳定性做到最好 才能让数位电子看板 在长时间使用下维持良好的稳定度 而除了硬体上的要求外 就连软体上的整合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产品都是主要是做一些 比较想要做一些人性化的一些控制 所以我们常常会讨论就是做一些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产品能够说 更接近于一些好操作或是说好上手的功能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产品会搭配上许多电视 或是说像Player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很多的设备 然后我们也会除了 CetaBus的一些程式的修改以外 我们也会搭配一些PC上的软体 或是说做一些在网页上面的控制 让大家能够用各种方式都能够很轻易的上手 从硬体到软体上的要求 人质科技以少量多样客制化的服务 成功打入全球市场 总经理王国民说 时机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产品的推出的timing的掌握 是不是时机恰当 是不是它是领先的或是落后的 是不是唯一的 还是你有 别人也有 是不是我们都知道 只有差异化 只有only one 才会变成number one 在你的产品是不是具有智慧性 是不是具有smart 是不是有intelligence 是不是有技术性 还是很传统的一个产品 还是只是一个价格战 最后我们要讲到整合 我们产品是不是越做越小 是不是功能越来越多 是不是价格越来越便宜 这是整个非常一个重要的课题 所以我说我们的公司核心价值 总共就是串心 就是热情 就是时机 就是timing 就是智慧 就是整合 这四个字呢 代表我们公司的企业的核心价值 将高画质多媒体广告机串联 让影片包围观众 也让人看见数位媒体的新风貌